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273集 梅鸣2 王林目光一闪 大手隔空一抓 顿时把那金线抓住 低喝一声向外一转 顿时啊 这条金线被他彻底拽出 在手中飞快的舞动 死之一静 立刻从原神之中运化 那金线顿时暗淡 随后被王林一抛 文兽立刻上前 与之融合在一起 此时啊 那拳头大小的空间裂缝 在金线被抽出后 居然飞快的缩小 眼看就要彻底消失 王林目光一闪 立刻盘膝坐地 原神默然间从体内走出 以极快的速度 顺着那就要消失的空间裂缝 钻了进去 他原神一进裂缝了 顿时感觉眼前竟是一片片金芒 只见这里是一处奇异的空间 在远处 有一个巨大的 如同太阳一般的发光体 在它的四周 无数的金线迅速挥舞飞动 王林二话不说 大手一抓 顿时几十道金线 被他立刻抓住 原神一收 抓着金线匆匆返回 在他原神 从那裂缝回来的瞬间 裂缝合上 至于那十多条金线 在王林原神的意境下 顿时暗淡下来 全部扔给了文兽 此寿顿时 双眼露出兴奋之忙 不顾一切的吞噬起来 只不过金线太多 短时间内 他显然无法全部吸收 王林在每条金线上 都留下了一道死之意境 使得他们长久地 保持在这种虚弱状态后 他笑道 你慢慢吃吧 我去那古神之地一趟 说着 他身子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 已在了古神之地入口 他深吸口气 目光微闪 随后一咬牙 双手掐掘 口中吐出几个古神之语 顿时 他的身体变得虚幻起来 慢慢地消散在天地之间 古神之地 第一关外 那无边无际的黑暗通道内 王林的身影出现在其中一块 不断移动的巨大圆锥形石块上 再次来到这里 王林自然有些感慨 不过他知道时间紧迫 立刻盘膝坐地 在四周打出一些禁止防范后 右手一拍主带 顿时从旗内 飞出一块墨尖石 深吸口气 王林双手变幻 一道道单一攻击属性的禁止 被他以极快的速度 一一打在这墨尖石上 随着时间的度过 此时上的禁止越来越多 做完了基础祭练后 王林手中再次多了遗物 这是一杆魂旗 在他的操控下 墨尖石与此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随后祭练再次开始 时间一点点流逝 王林在祭练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迟疑 而是抓紧一切迅速祭练 一个个禁止 一一落在了进藩之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 九十九组禁止 只剩下一个 便可以达到小城 此时啊 王林却有些犹豫起来 若是自己猜测有误 在这里祭练 天雷也会降落 那么这进藩 它是很难保住 一旦损坏 自己从此之后 除非能再得到墨尖石 否则的话 只有去把李木碗 那个拿来使用 若是现在停下 虽说这进藩的威力不足 但最起码不会损坏 若是小心使用 也可以勉强 沉吟稍许 汪林目光一闪 这进藩若是达不到小城境界 威力不够 过于鸡肋 仙界之门一行啊 起不到什么作用 他一咬牙 右手画出最后一道禁止 按在了进藩之上 顿时这进藩立刻一阵 其内涌现一道道黑气 一丝丝洪荒之感 立刻弥漫开来 王林神石一扫 尽管心里对小城 单一属性进藩的威力 有所猜测 但仍然极为震惊 这进藩的威力 比之没有大成前 威力居然多出了数十倍 如此一来 此进藩对于化神修士 也将有不小的威慑 尤其是此番小城后 其内的九十九祖禁止 全部融合为一 以降低九祖禁止为代价 可以施展出一次 禁灵之术 这禁灵之术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连同天地灵气 甚至于修士体内的灵力 都彻底禁止 形成一个 没有任何灵力的空白界 如此一来 除非是修炼至仙界之气的修士之外 所有修士 全部将短时间内 失去灵力 王林双眼闪动 握着手中进藩 内心对于仙界之行 信心大增 至于那进藩引动的天节 此时啊 也没有降临 王林内心颇为兴奋 他知道 自己赌对了 在这古神体内 自成一剑 天节自然无法感受到 进藩的存在 更不用提天节降临了 他深吸口气 在其上继续打出禁止 只不过他无法完成 999组禁止的 忠诚禁止 因为啊 单纯的攻击禁止 实在不多 这也是限制 单一属性禁藩的原因之一 在这禁藩之上 又多打出了18组 完全不同的禁止后 王林暗叹一声 他竭尽全力 只能做到这一步 若是再想继续 只有日后 凡是遇到禁止 都仔细研究 并且集合众家所长 这才可以拥有 更多的单一攻击禁止 王林依然打定主意 日后对于这禁止 定然要多加交流 仅仅99组小层 便具备这等威力 王林颇为期待 若是达到 999组的忠诚境界 这禁藩又会如何 怕是即使应变期 也可以震慑 王林想到这里 内心顿时升起一丝狂热 他沉吟少许 收起这成品禁藩 拿出那杆破碎不堪的禁藩 略移犹豫 放弃了在旗上 打下最后一道禁止的打算 此禁藩的最大作用 还是放在 引动天节之上为妙 制作完禁藩 王林目光一闪 整个身子一跃而起 向着此通道之下的 黑暗之地 慢慢飞去 在这片空间内 王林可以说极为熟悉 毕竟他当年曾仔细地 从下方一步步走了上来 其中经历了无数坎坷与危机 此时啊 故地重游 他也没有大意 而是谨慎地下沉 之所以选择此地收取灵兽 正是因为此地的灵兽 虽说不多 但随便一个都具备相当的威力 远非休魔海内的那些妖兽可比 在这里 即便是荒兽也存在极致 这种相当于大神通修士的存在 王林自然不愿意招任 他的目标是相当于化神期修士的上品灵兽 之所以在这里选择灵兽 是因为王林有一个法宝 此法宝名为混元驱兽圈 此圈可以短时间内操控灵兽 危机所用 只不过需要消耗大量的灵力 此圈王林是当年第一次来这古神之地 从那几个上古修士手中获得 作为他出手帮助的代价 在之后的数年 王林也曾找一些下品灵兽实验过 确定此圈的确可用 这才有了通道抓兽一行 为了仙界之门内可以获得仙界之气 王林可以说是进行了十足的准备 这次一旦抓到上品灵兽 这种相当于化神期修士的灵兽可以在仙界 为他获得极大的助力 只不过在这期间他需要定时给驱兽圈维持灵力 否则他是等不到仙界开启 所抓灵兽就要反噬 他一路下沉 神石散开 在一个个石块上扫过 但却没有发现一只灵兽存在 王林心底疑惑 以他现在下沉的距离 记得当年看到过一些灵兽 可现在居然全部消失了 他沉吟少许 目光一闪继续下沉 很快便来到了当年那万丈蛟龙摔落之地 站在一个石块上 王林向下望去 在这下面依然是一片漆黑 王林犹豫起来 若是再向下飞行 他猜测 恐怕将是荒兽的世界 但这一路上 一只灵兽都没有遇到 此行势必夭折 王林沉默少许 毅然地止步 双手在身前挥动 准备打出法绝 离开这古神之地 毕竟下方太过危险 王林不想为了一只灵兽 而太过冒险 但就在他法绝刚刚打出时 忽然在身下黑暗之地 漠然间亮起两个仿佛是珍珠一般的光芒 与此同时啊 一条红色蛟龙快若闪电 漠然间冲了出来 王林一眼就认出死蛟龙就是当年那条 他暗自一惊 正要离开 但立刻又止步 因为他看到 在那蛟龙身前居然有一条青色的蛤蟆 这蛤蟆身子约有三丈 后腿一蹬 顿时冲出老远 他身后那红色蛟龙啊 一直紧追不舍 王林二话不说 身子顿时下沉 融入到石块之内 神识远远地观察起来 法绝一人打完 只需他心念一动 便可立即离开此地 如此一来 他反倒不着急离开 而是目光微闪 只见那红色蛟龙啊 锥形间张开大口 身子一缩之下 猛地弹开 速度顿时快出数倍 猛地便拉近了距离 身子一甩 就要缠在蛤蟆之上 那蛤蟆在蛟龙缠来的瞬间呢 忽然身子一对 全身漠然间闪烁青色电芒 这电芒好似太阳一般 瞬间便把四周照亮 只见在那蛤蟆身上 多出了一个电光雷球 红色蛟龙立笑一声 身子连忙躲开 显然对那电光极为忌惮 王林深吸口气 为之震撼 这蛤蟆的电光 虽说外表上 看不出有什么神奇之处 但却让它有一种 当年遇到天结的感觉 能与那当年寄生在万张蛟龙体内的红色蛟龙对抗 这蛤蟆呀 恐怕也是荒兽 但立刻 王林便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蛤蟆散发电光之后 顿时萎靡下来 落在一处石块上 目露绝望之色 看这样子不大像是荒兽 毕竟若是两只荒兽的战斗 不可能只一击之下 便可分出胜负 王林顿时内心狂热起来 荒兽它不愿招惹 但这只蛤蟆若是上品灵兽 那正符合它这次的目标 此时啊 那红色蛟龙怒笑一声 在它身体外 漠然间出现了十多个血球 这些血球之中 渐渐浮现出一只只灵兽的魂魄 齐齐向着蛤蟆冲去 蛤蟆眼中绝望之色更浓 王林一咬牙 身子一闪而出 它身子刚一出现 那浮在半空的红色蛟龙 立刻扫来 它眼中露出一丝 好似嘲讽的光芒 身体外的那些血球 顿时分出三个向王林飞来 看到这血球中的兽魂 王林已然明白 为何一路没有遇到半只灵兽 定然是这红色蛟龙 不知发了什么风 把这些灵兽屠杀 炼成血魂 对于那极速飞快的血球 王林不动声色 他右手默然一甩 顿时一道乌芒闪烁而出 那是一个散发着古朴气息的铜圈 这铜圈大小如同手镯 旗上刻着众多面目猙獰的仙兽 乍一看 这些仙兽一个个栩栩如生 宛若活了一般 这铜圈一线 顿时那血球之中的兽魂 立刻露出惊惧之色 不由自主地纷纷避开 此圈瞬间便落在那蛤蟆上空 迅速变大 就要落下 若不想死 便不要挣扎 王林迅速大喝一声 同时看都不看那铜圈一眼 整个人顿时消失在这通道之内 尖密 作者耳根 演播丸子冯宝宝 后期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